刚刚有提到,有关就是说,比如说这个桃园的电脑,其实你会发现,它的一个开放资料有一个部分可能要注意一下,就是它的资料里面的下方,就是左下角,它会提供相关的资料,所以你如果找到一个,你可以延伸再去找其他相关的, 也许你这个资料不合适,那没关系,你可以再找左下角,有没有合适一点的,像你会发现,它除了这个机车借道,它也有住宅借道,也有机车借道,也有什么嫌疑人的实业别等等的,所以你会发现,光延伸出去,你如果刚刚那个题目不适合的话,那没关系,你也可以找你比较合适的,或者桃园不合适,没关系,找外线市, OK,甚至,当然我是希望看到的是,你是比较多元的,甚至不是单一县市的,最好是全国,或六都,有没有,六都的比较,有没有,六都的住宅切道案件的比较,到底哪一个县市,在比如说切道案件,这几年来是相对进步的,OK,那当然相对就是它表现比较好,这个不过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, 所以你可以把它下载之后的话,特别注意,一定要记得它这个UTF8,所以你下载完之后,你就不要直接打开,你就是用什么,用资料里面的从,有没有,这个,然后去找到它的时候,贿赂的地方,记得就是要改一下,它会用预设的big5,然后把它改成UTF8就OK了,UTF8, 那这样的话,理论上OK了,目前看起来开放资料就这两个,一个是big5,那一个是UTF8,那另外如果你是用苹果电脑的话,刚好颠倒,苹果电脑刚好预设是UTF8,所以你如果苹果电脑里面,你可以应该,就比较没这个问题,可以直接把它改入,好,那打开之后的话,记得转换为范围, 然后上来的话,你可以从这个资料里面,当然,如果你要针对黏,它已经给你一个黏了,所以你黏部分不用另外切割,好,有没有,当然如果你要黏,因为是一个日期的话,那你可能就是一个日期的话,你变成你就是,像这边的话,如果你希望得到一次一个完整的日期的话,刚好颠倒,之前是从一个储存格里面,切部分资料,那像这个的话,如果你要完整日期,刚好颠倒, 就是把三个变一个,那如果三个变一个的话,这个的话,当然,你们可以练习,比如说这边可以再探路一栏,那这个的话,就是日期,那如果你讲这天反向的话,比如说你需要某一天的同期,日期好了,那它有年月日,对不对,可是你要特别注意哦,那你要哪个函数可以把三个日期变回,你知道老师把它串在一起吗,当然了,你如果把它串在一起的话,它变成这样,这个AND, 这个,那如果你把它打勾的话,它就变成这样,串在一起,像这样填满,可是哦,它会变成是一个文字,因为我们把它串在一起,如果你假设要把它变成一个标准日期的话,可能要注意一下哦,那你可能就要,不是用AND串在一起,而是要用什么呢,日期与时间函数, OK,那日期时间函数,如果你假设要有一个标准的哦,那你可以用日期时间函数里面的Date,这Date函数的话,主要的用途,底下有这样,有没有,提供给我三个讯息,year,month, date,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,以Sale里面的标准的日期格式哦,OK,那year的话特别是有,year, 因为呢,以Sale我讲过,它是美国人设计的,所以他们只有七月年的概念,并没有这个民国年概念,所以呢,我们假设这边的year它是提供民国年的话,那你如果把它放到Date里面的话,那记得要怎么样,加多少,1911嘛,OK,所以如果假设要有一个标准的哦,那你用卡路函数里面用日期时间的Date,那第一个是这个日期, 再加上1911,OK,所以2022,所以今年,没错,OK,然后month的话就是哪一个月,然后对的话就哪一天,那你会按确定之后,它就帮我格式化成标准的2020年的1月28,而且这个是标准日期哦,那你把它向下填满,如果紧织号的话,那表示宽度不足,那你可以在栏宽的地方点两下,它就自动调整,OK,那这样的话呢,就会有标准的, 标准的日期的一个格子,当然如果你没有用到这个,你就不需要产生,那我是举个例子,假设你需要的是前三个,那比如说你想要做一个统计,到底历年来的汽车窃盗,有没有增加呢,是增加还是减少,如果要仿照前一题的话,那这边已经有个栏位了,那第二个问题是哪一区, 不过你会发现,它只有哪一个分局,那怎么办,那是不是说我可以在这边再插入一栏,然后偏局什么,这边也许是哪一区,我无区一栏,这个地方的话,就直接上面有八德,八德区,OK,所以你可以插入一个函数,然后再用文字,找一个什么,Lapt, Lapt的话是前面的几个字呢,前面两个字,这个的两个字,八德,然后呢,当你后面再end一个什么,end一个区,那这样的话呢,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知道说,到底,头缘哪一区的汽车最容易失窃,那哪一条路这边就没办法了,它只有给你轻微度, 除非你们可以找到一个方法,就是可以把精微度,变成它的实际上的路,这一个方法,但目前有没有这种东西,如果有的话,你也可以想想,应该是有,只是说怎么样把精度跟纬度,有没有,前面应该是精度,前面应该是精度,后面是纬度,应该到小数点的第几位, 诶,那这个到底是哪一个位置,当然呢,你其实有个方法,你可以把这个精度跟纬度,然后开启那个什么,Google地图,然后呢,直接输入到这边,它其实,中间加逗点, 轻度,然后安格我看一下,它应该会跳到这里,这边有什么路,就这里,大字,对大字路,有没有,桃园的大字路,那问题来了,我不可能说每一个地方,都用这个地方,然后去查, 可是,可是怎么,有没有什么方式,这个可能,自己要想,是不是可以引用一个,一个函数,它自动帮我,辨识说,这个位置,是在哪一条路上, 如果是这样OK的话,那就简单了,不然的话,各位光看这些资料,那你要查,像这个是大字路, 不要拿一条路,那你就慢慢查的话,感触像,像,哇,三千多个耶,那这不得了的一件事,那如果有那个,可以把精纬度, 直接转换成那个路的,一个寒式库的话,那就解决了,只是说目前看起来,那一件功能好像没有, 但是,诶,不过好像有一个方法,什么方法,他路里面有个3D地图, 3D地图里面好像可以提供精度维度,他也可以把那个什么, 就是资料倒到地图里面,然后显示在哪个位置, 只是说可能没办法回头吧,这个也许你们再查查看吧, 所以如果像这一集,那我如果要统计历年来的那个桃园汽车的借载按键, 剩下还减少的话,那我们其实可以利用上上个礼拜, 上上礼拜讲的那个,插入枢纽分析表,有没有, 义尔有嘛,我直接按确定,然后我直接把义尔怎么样, 拖拉到列,然后再把义尔拖拉到值,OK, 然后呢,他这边是加种,对不对,请你把加种改成, 在栏位设定,改成技术就好了,因为你放进来的如果是一个数字, 他自动会加种,你就把它改成技术,也就是说那几年的, 数量帮我加在一起,但是你可以看到, 104到111,OK,有一些还是错误的,所以怎么办, 你可以用筛选,不要的把它打勾取消, 留下104到111好了, 那你这样就好了,那再来的话,你就利用什么, 一样嘛,枢纽分析图, 这个分析里面的枢纽分析图, 那就可以把它画成折线图, 那你可以看到,按确定之后的话, 那这个图就马上出, 其他这个相关设定,就比照之前一样办, 哇,那你可以看得出来,哇, 哇,汽车窃盘先历年来怎么差这么多啊, 还是他出电了,有混结吗, 有没有,104年,大概800多天, OK,一直到最近只有7天, 而且他提供的资料,应该还是因为, 对,这个应该是只有1月份而已, 难怪这么少,只是说去年好了, 如果我今天不看,不看今年的, 比如把111年打勾取消, 这样看起来其实也已经非常的好了, 有没有,OK, OK,所以看起来六都的那个市长是谁啊, 曹元的那个, 对,郑文昌,OK, 感觉好像应该也不会比科匹来的差, OK,但不知道,OK, 另外的话呢,第二个问题, 哪一区,OK,这没有机会, 没有把机变出来, 那以前那边怎么样, 怎么样,一样,插入哪一区的汽车最容易失窃, 诶,看一下,哪一区呢, 根本还没有住桃园的, 好,那我们来看一下区, 就拖拉到区, 有没有,然后再, 诶,为什么有个, 它是斗南的, 斗南到底是什么, 它是逐中的, 这应该是物质吧, 它有三分, 对哦,可能就是把物质的拿掉, 有没有,这三分, 独南的, 独中的, 还有灵火, 灵火应该都不属于, OK,好, 还有内湖, 内湖怎么跑到那个, 所以内湖这个也可以把它拿掉, OK,好, 然后再把它排序,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, 按照地增跟地减, 那我可以怎么, 再把这边资料里面, 利用Z到A, 游标放B4, Z到A一下, OK, 马上就排出来了, OK, 那你可以发现, 应该没有意外, 真的是中立, 去到中立都感觉, 有一点, 到那个东南亚国家的感觉,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那个中立, 如果你们有去中立车站一出来, 就感觉很像那个, 到了菲律宾还越南, 因为外面好像都蛮多都是那个, 所以最后把它做出一个枢纽分析图好了, OK, 而且你会发现, 这个图比例上来一看, 桃园真的是一丝独秀, 中立真的是蛮, 汽车, OK, 这个还不算是住宅, 所以如果假设你对于那个住宅部分, 有兴趣的话, 因为我刚刚讲, 你可以找什么, 找他这个桃园汽车窃到点位的右, 左下角这边就有了, 左下角这一个区块, 也有其他相关的, 你再去找相关的, 然后比如说像那个, 应该是不能比汽车, 应该是比住宅, 所以你们也可以拿这个住宅的来比比看, 那理论上住宅的话, 他给的资料应该也是一样的, 所以你一样可以把它下载, 他一样是CSV, 你可以把它下载, 好, 然后试试看, 所以请各位练习一下, 那当然呢, 这个资料呢, 跟前我们前一个练习台北市的, 比较会有问题的就是这个路, 如果你现在出不出来, 你这个也许就暂时, 也许先把它当成是, 一个未来可以解决的问题, 目前没办法解决, 但是将来你可以解决, 那至于怎么解决, 我向你们Google看看, 有没有, 以色列里面有没有办法把那个, 精度, 纬度, 坐标, 转换成路的一个这部分, 或许Google上面有没有答案, 那请各位练习看看好了, OK, 那我把画面再切黄给各位一下, OK,